聽了一個人叫做胡亭碩的演講 他就是在講跟社會企業有關的議題 然後那個時候很多人聽完以後 還說什麼叫社會企業啊 我們聽完了的演講還是不太懂 他說其實這個也沒有什麼明確的定義 但是大家普遍也有個認知 就是社會企業就是用創新的商業模式 這種就叫商業模式 然後他會解決社會或是團結的問題 簡單來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時候公益團體啊 比如說慈濟啊 創世基金會啊 他們不是公益團體 比如說紅石智慧啊 什麼國際綠色合名組織 他們都在解決某一個理由的問題 那這些團體他們的主要的收入來 就是靠可能募款啊 或像慈濟有很多他們的人會捐款 對 或是也是靠宗教的力量 他們都是靠捐款為主 但是如果你只靠捐款的話 這樣其實這個基礎不是很穩固 萬一有一天你的信徒們不再對你的信仰 你可能就失去捐款來源 那另外呢 我們社會上有很多企業 那企業他們就是有固定的營業 有營利來源 所以他們就是有固定的商業模式 那所以呢 有人就覺得說 欸 我們把企業這個文明的商業模式 跟公益組織他們對於社會營業的關注 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發展出了社會企業 所以社會企業簡單可能是 它是一個企業 它有營利 它不是只靠募款 它是有營利的 但是他們在做的事情 主要都是在解決社會問題 好 那我就舉了幾個實例 想要跟大家分享 下一頁 好 然後第一個是Hobesol 第二個是印度的一個眼科醫院 叫做亞拉伍的科醫院 第三個是一個中國大陸的組織 叫做青番茄 湯姆出來賣番茄 我代表跟大家講 然後第四個是一個我們台灣本土的品牌 叫做歐萊德 好 那請下一頁 好 第一個是Hobesol 下一頁 好 那我先講一下 什麼是Hobesol 它就是 它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呢 在非洲那邊的兒童都不愛洗手 所以有很多嚴重的傳染病 那他們這個組織經過調查發現 其實很多傳染病 是只要經過用肥皂洗手 就可以減低它的傳染率 可是非洲就是不愛洗手啊 那到底該怎麼辦呢 就是這個開發Hobesol這個廠商 他們很聰明 他們就想說 欸 大家小時候有沒有玩過劍達出席蛋 他現在改了名叫做劍達齊趣蛋 大家小時候有同名回應嗎 齊趣蛋 好 這樣變正確的對方 這個劍達出席蛋就是 我們吃完這個小櫃蛋裡面就會有玩具 所以小時候就會覺得 喔 有玩具就會更喜歡吃什麼蛋 但是他這個靠著你的玩具作為誘導 好 這個非洲也是喔 來看這個小女孩手中那個肥皂 裡面有什麼 Hallopity的玩具 沒錯 Hallopity的玩具 被固定在這個肥皂裡 你要把這塊肥皂洗完 你才可以得到裡面的Hallopity喔 所以你知道那個非洲小朋友 每一個小朋友拿著Hobesol 都覺得 哇 裡面的玩具好可愛喔 可是要把它洗完才可以用到 才可以拿著玩具 算每天就是 如果人家拿玩具 他們就瘋狂的洗手 瘋狂的洗澡 對 原本他們都不愛洗手 但是因為要拿玩具 所以他們就無形中就在什麼洗手的次數 於是非洲耳朵傳染病 就因為了這個Hobesol的推廣 所以有剪屏 好 那他有一個影片 嗯 好 那沒關係 印象就先下列好了 那 就是影片就在講說 非洲那個兒皇怎麼樣使用那個肥皂 好 那我先下列好了 時間關係 嗯 講完 那我等一下先講我分享的實例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來看這個影片 先暫停下來 好 謝謝 好 因為那影片有兩分鐘 那我有四個要講 好 我現在講下一個 嗯 下列 亞拉文眼科醫院 就是在印度 印度是一個頻度差距還蠻大的國家 然後窮的人還是非常多 那可能眼科的疾病治療上 可能有些人沒有辦法負擔經費 然後就會 就會瞎 就會眼防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醫院呢 他們就想說 他們就 其實這個醫院 我覺得他成功 他現在是 他好像過商業週刊 他是全世界最賺錢的一間眼科醫院 整間醫院就只是眼科 不是原兵 跟我們高音音樂不一樣 然後他運用的方法就是 標準化流程 就是大家有聽過那個福特汽車 當年啊 他為什麼可以成功 就是他把每一個 每一個步驟都標準化 比如說這個做零件的功能 他每天都是做一件事 就是打零件上去 然後做考器的 每天都是做一件事就是考器 那這個野科醫院 他們每次分工非常精細 就他們真的就是很像生產線啊 每一個野科醫師都是做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今天是要做百利帳 做百利帳 那可能負責檢查的 就是負責檢查 負責開刀就負責開刀 眼科的步驟我不是很了解啊 可能大家可以問一下 這個我的學長功好 但是總之他們不是標準化的症 因為他們有 這個醫院他們有分析過 眼科的治療過程中 發生感染 交叉感染機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他們才可以做成 就是像生產線這樣 如果你今天是開其他的 比如說你開癌症癌細胞 那很容易轉移之類的 可能就不適合做這樣 可是他們只要眼科 感染機率比較低 然後他們還有差異化的收費 特略就是 窮人可能比較沒有錢 那可能就跟窮人收比較低的錢 然後有錢人比較有錢 那就是收比較高的錢 欸有錢人可能會覺得不公平啊 憑什麼 他們就可以拿個電線 哦 那他們就會有不一樣的服務 就是他們的 有錢人收費比較高 但是也可以得到比較高的服務 然後冰窮人 他們收費比較低 應該就可能給他們一百塊的服務 就很像 我自己覺得是很像譬如說 Draw Box 我們一般人都是真的沒有貝的嘛 那你的容量就比較小 那有錢人 他給了比較多的需求 就像眼科可能有錢人 他會覺得哦 眼睛是靈魂之窗 所以我要比較高標準的服務 可能我用的材料比較好 那就收費比較高 所以他們可以給有些人的服務也會比較好 那也會收費比較高 這樣子 好那下一個 那就是剛好說的新班姐 他們不是賣班姐 他們不是在吃東西 他們是一個 我可能只有跟一些朋友在讀書會分享過 他們是一個在推廣讀書閱讀的一個組織 就是經過調查 日本人每人每年平均閱讀的書 好像是一堆 有做過調查 反正日本人讀書讀了很多 法國也是 可是中國跟台灣 每個人平均一年可能只讀一兩本 那樣的 好 那所以呢 中國大陸有三個年輕人 他們覺得不行不行 我們年輕人都不讀書 競爭力很低 所以呢 他就想說 欸 那不然他說年輕人 為什麼不想要去借書 可能所以偶爾 然後我就轉好 越轉好 然後轉好 弄個手續 所以他們這個輕番茄就是 只要你上他們的網站 填寫說 我老借某某某書 那你填好單子以後 你按下送書 立刻就會有快遞的人覺得 免費把書 用這個精神持良 食良的袋子裝個書 然後送到你家 然後等待你看完以後 你再打通電話 然後上網做個就是登錄 然後說 欸我看完了 那立刻輕番茄公司 又配了快遞的人 專程到你家 把你看完的書收回去 這全部都是免費的服務 所以他就是利用 便捷的借書流程 來讓發覺說 喔原來借書這麼容易喔 就鼓勵大家多看書 那可能大家就說 他說免費欸 他說這個社會企業 是企業 一定要有霍令博士啊 那他的霍令博士 就是利用精準行銷 就是譬如說 今天你借了一本食譜的書 那他就會知道說 喔你借食譜 那你可能是個家庭主婦 你可能平時就是 常常在煮飯嘛 你可能有購買鍋碗、瓢粉 或是各式樣食材的需求 那他們就會跟那個 鍋碗、瓢粉的公司合作 就會在那個你借的書裡面 夾上鍋碗、瓢粉類的餐 的傳單 或者是一些餐廳的傳單 因為他知道你借瓮瓮的書 代表你有這方面的需求 那或是譬如說你借了一個旅遊書 他說喔你常在旅遊 好 那他們就會有旅行社的傳單夾在裡面 所以這就是他們精準行銷 就是他們商業模式 他們這種精準行銷模式 因為可以針對目標客群 做最直接的行銷 所以很受到大陸那邊的廠商的期待 所以他們獲利也非常多 這個企業也非常成功 好下一頁 這就是我們台灣本組的品牌 歐萊德 它是一個髮妝品牌 就是賣洗髮精 還有一些美髮用品的 那他們概念就是 他們覺得說 欸你的洗髮精一瓶 大家洗髮精平均一年 應該是有用完一瓶嗎 或者幾個月可以用完 你的洗髮精一年那個就用完 可是那個瓶子 可能要幾萬年才會分解 非常多環保 所以他們的瓶子都是可以 自然分解 接下來都是這樣 而且更神奇的是 他們的瓶子裡面 還鑲嵌了那個桃花新墓的種子 好這邊沒有寫 但是他們有一種瓶子 是鑲嵌了桃花新墓的種子 你只要把它瓶子洗完以後 丟到土裡 它一年後就想出一個桃花新墓 為什麼要選桃花新墓 他們有多調查 桃花新墓是 行道樹裡面吸收二氧化碳 數一數二很高的 排第二瓶 對好 然後另外呢 他們還有一些那個就是 我剛剛上面寫的 久就問了你水電浪費 好我時間到了 我又下午QA時間 就是他們現在這個品牌 你在章子肯買不到啊 你要怎麼買呢 他們都是跟一些美髮沙龍電合作 比如說什麼姿勵啊 那些美髮電 因為他們先跟他們 跟美髮電合作是因為 現在的那個美髮電 他們幫客人做洗髮 做燙髮 都要濾到很多的水 然後燙髮要用很多的電 那歐蘭的他們的強品 他們是標榜說 他們有經過特殊的技術 所以他的燙髮牌 可以不需要電棒 可以幫你省電 然後他們的洗髮產品 可以只用一般洗髮品的 一半的水就可以充洗掉 所以他可以幫那些美髮公司 可以幫他們省水省電 對 那所以他們一開始是先 先從美髮通路來做推廣 所以他們其實這樣也很聰明 因為如果一開始 你就在加勒服賣 那他們的價格 當然也會比一般的品牌高 那民就可能開始不出那麼好接受 可是他們先從通路 這樣子全國連鎖通路 一直就可以一網打盡 就可以太罵市場 好 那這就是我的分享 對 謝謝大家 我剛剛介紹的是 他們一方面可以賺錢 一方面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像剛那個歐蘭的解決環保問題 然後還有青番茄解決了讀書 呃 閱讀 閱讀 然後其他兩個 一個是亞拉文科醫院幫助的 印度的平衷的人 呃 沒有閒看眼科的人 然後還有第一個是解決非洲 二通的一些就是 傳染病的問題 對 好 我們來講的 對 一方面的解決環保問題 對 我來講的 這位是 詳細的解決環保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